黑月之後很多露天或者半露天的狗場都浸到電器壞了 所以我們打算捐了公司的冰櫃 另外裡面有一些清潔用品 待會再去買一些物資 然後明天帶給他們 因為除了錢之外 現在他們都急需要有人可以運一些物資進去 希望大家可以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很多 洗傷口或者用來敷 敷尿酒 墊著傷口 黏著又可以 這個絲糕的拖地板很好用 我們家都是用它 一拉即乾 以我之前的經驗 狗場的狗仔是不吃狗糧的 所以買罐頭是比較適合的 鄰居放了一些物資在我門口 在WhatsApp跟他們說明天會送物資去 然後我回到家 就有兩袋的狗罐頭 每人可以出到自己的力 就算是很微小 都會幫助到這件事 蒸了一些肉 還有蘿蔔 然後有雞蛋 有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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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路完全沒有人 只有我們一輛車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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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應該是大陸 是這樣的 深圳 這個便宜 有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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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平斜 芝麻 香園 如果要去的朋友 在Google那裡 直接打貓狗之家 就找到地址 這裡寫著242號 你們下去問問他 沒有 是 有雞蛋 沒有雞蛋 搶我們 怎麼都沒有 身邊 深圳 有雞蛋 有雞蛋 不可以 有雞蛋 有雞蛋 不會 我還沒 是 很多有心人送物資過來 其實他們背後真的做了很多很多事是我們不知道的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想了解多一點的 就自己親身來 可能做義工呀 送一下物資呀 這裡除了需要物資 還需要大量的義工 大家就可以WhatsApp 迎光幕這個電話預約過來幫忙 經營這麼大的狗場真是不容易 所以希望大家除了出錢 有時間多出力 Coffee 嗅到狗仔味了 Coffee 檢查 是不是呀 查一下我有沒有出去狗狗鎮 第二站 在荔枝閣的香港中心 在香港中心 直接有停車場可以拍車非常方便 19元一個小時 哇 現場已經很多 一呼百應 他們就說暫時不需要 不過接下來 他們會先找車收走了 如果有需要的話 會再出帖 浪浪之家和貓狗之家 暫時物資充足 有一間新的雅棍屋 宣告因為那些狗糧都浸濕了 所以希望有心的人士 可以把你的狗糧 或者狗罐頭 直接送到雅棍屋 多謝大家支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